大家好,有话语咨询现在逆秋之后啊 他们所处的地方的这个温度啊降下来 然后多肉呢已经开始恢复生长了 那么就有话语咨询能不能给多肉使用淘米水呢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淘米水可以给多肉使用呢 是因为淘米水它是富含甲元素的 而多肉这种植物的话呢 它其实对蛋和零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少的 对甲元素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拿来给你的多肉使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淘米水一定要完全发酵腐熟之后才能够使用 如果没有完全发酵腐熟好的话呢 我们给你的多肉使用会导致多肉出现这个烧根烂根的情况 那么可能你的多肉会直接被烧死了 那么淘米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将淘米水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 然后呢我们为了消除异味加快它腐熟的速度 可以给它加上一点这个EM菌原路 这个EM菌原路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有异菌和微生物 可以加快它腐熟速度 让它更快的腐熟 而且可以去除异味 像这样子一塑料瓶的话呢 我们大概用三到五毫升左右的用量就可以了 那么像我这一瓶的话 大概七天左右 它就已经完全腐熟好 而且完全没有异味 还有一股淡淡的这个米香味是比较适合多肉生长的 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完全发酵腐熟 而且要稀释之后才能够使用 稀释的倍数呢大概在30倍到50倍就可以了 所以淘米水我们是可以给多肉使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发酵腐熟 要稀释之后才能够用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